9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從國外引進電子遊戲 2002年新天地互動破天換人引進了一款叫做四海兄弟的動作遊戲 當時我被遊戲包裝印製的精緻截圖所吸引 所以買走了一份 回到家就用遊戲我就被驚呆了 這居然是一款類似於GTA玩法的遊戲 不過遊戲的舞台位於30年代的美國城市 同樣是GTA-like 四海兄弟為什麼偏偏就能過神呢 接下來奧山人就開始深入解析這款遊戲 遊戲發生於30年代的美國城市失落天堂城 遊戲正版附送了一張巨幅遊戲地圖 可以看到城市的原型就是美國紐約市 男主角Tommy本來是出租車司機 結果在一天夜晚無意間幫助了黑幫薩利里家族的成員 便陰差陽錯的絞進了黑幫風雲 遊戲出現的確很像GTA 不過深入遊玩後發現自由度並不如GTA 因為四海兄弟其實是基於開放世界的主線故事推進遊戲 遊戲只有主線任務 而且故事情節一個接一個 玩家並沒有太多的自由活動時間 而且路上的NPC車輛也不能隨意偷竊或接走 這是因為每一個車輛對應的鎖孔都不一樣 男主角Tommy需要隨著故事情節推進 逐步地獲得不同車輛的開鎖原理 原來四海兄弟主打的是真實性啊 沒錯 18年前澳山上被這款遊戲的超細節 和真實度追求震撼的一塌糊塗 當時我就被遊戲的精實演算過程動畫深深吸引 以至於現在看起來都不樂 雖然當時的遊戲沒有動作補助和面部模擬技術 但是遊戲人物面部刻畫極其犀利 我們來看看這個傑巴拉夫說話的表情 他吃力說話拼命眨眼的特徵 被摸你的微妙微巧 現在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四海兄弟的過場動畫 這麼重看啊 這裡邊其實有一個必中就輕的學問在裡邊 遊戲的畫面引起能運算的資源有限 於是把大量的精緻貼圖和運算資源用在了面部材質上 而人物的衣服材質則浮成了一團稀飯 但對話場景中人物面部表情明顯是玩家的矚目要素 所以好剛用在刀子上最後呈現出了精緻的效果 我們知道GTA玩法的遊戲載具的戲份其實比人物還多 於是遊戲最能體現真實的地方就是載具 遊戲中有超過50多種以上的美國老一車可供玩家駕駛 不過這些車輛不是一次性出現的 因為遊戲故事時間跨度長長8年 而這8年美國汽車工業突飛猛進 所以玩家會隨著遊戲進程逐漸會看到街上汽車的格型變化 而再看載具本身 首先車損就組得別置非常 每一輛載具都具備實時車損變形 槍擊輪胎可以看到輪胎漏氣煙扁 槍擊玻璃第一槍會在上面留下彈孔 第二槍則會直接擊碎 而玻璃碎片此時會煞落一地 而如果用盾氣擊打只會直接擊碎玻璃 盾氣的擊打當然也會造成車輛保險桿和車燈的脫落 如果直接讓車輛發動機和變速齒輪射到撞擊 則會直接影響載具的轉彎和加速性能 這些特徵甚至直接可以坐運遊戲性 遊戲中某個任務玩家需要去汽車旅館拯救同伴 後來劇情發生會有一個敵人直接駕車逃跑 接下來就是一場追逐戲碼 不過一代的熟悉流程 可以提前將車輛輪胎放棄甚至摧毀車輛 這樣劇情過後你會發現它的車數還沒離跑不快 遊戲過分追求真實度到甚至可以把其當作模擬駕駛遊戲來玩 發動車輛時遊戲有真實的發動步驟 而玩家按動下車按鈕時 第一次按時關閉發動機 第二次按才會真正下車 然後方向盤偏轉會和真實情況一樣大開轉向指示燈 遇到迎面來車時 來車會立刻閃爍前燈進行警示 而在車輛緊急手動剎車自動時會在地面留下輪胎印 而如果此時玩家需要在車輛駕駛時開槍還擊 那我會看到主角首先搖下車窗 然後探出槍枝 然後完畢後又會搖回車窗 而如果玩家駕駛的是兩箱車輛 我們還可以選擇坐到後排車廂裡面 不過遊戲最大的特色竟然是還可以讓玩家駕駛時選擇自動或者手動檔位 當我們手動升降機車檔位時 旁邊的指示表也會及時的反應出來 而玩家長時間駕駛車輛後 車輛會出現油量不足的指示 此時需要我們去加油站進行補充燃料的處理 我們也知道遊戲主角湯米本來是一位出租車司機 所以他的職業素養也使得駕駛必須規範 在遊戲初期的出租車接客任務中 只有車輛停靠在標準的停車指示區內 乘客才會上不下車 而如果湯米車速過快 乘客會立刻抱怨 當然遊戲更真實的地方還在於交通系統 玩家的車速一旦超速就會被交通巡警注意 此時你需要立刻將車輛停靠路邊 交警會對你出去罰單並做扣分處理 不過一旦你稍作抵抗 那麼他們會立刻將你制服 並且戴上手銬 而令我最無語的是遊戲中的警察連玩家闖紅燈都要管 每當一聽到巡警的警示口哨我都非常無語 除此之外遊戲還提供了一些公共交通載局 供玩家體驗 無論是地面電車和高架輕軌 玩家都可以在指定站點進行搭乘 而且甚至能夠看到車廂內的情況 可以說在駕駛模擬上四海兄弟在當時做到了超越時代 不過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我們的駕駛舞臺 起初敖場者認為巨大的斯洛廷能城就是我們的活動舞臺 東邊的奧克伍德區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跨過震撼的奧洛大橋就會繞到中部島區 中部島區就如同紐約的麥哈頓 這裡高樓林裡車輛穿梭 甚至在西河船隻來晚的時候還會看到橋梁升起的細節 而西邊的工業區包含小義大利和唐人街 這裡是黑斑和工人聚集的地方 也是全城自然環境最差的地方 失落天堂城對我來說非常巨大 不過當我隨時 wnie不是那邊做什麼事 對我來說說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工業區 從很多招牌都有牌而是 在北京國高樓 перед爬堂機 這裡是一種活動的大璧 挑戰再寄的全城呎 而在北京是青島去年 海外的那包括 今天真的不注意 判斷地人員在北京 我已經知道 海外 compared句話 海外的海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游戏的载举交通系统非常出色 但是游戏的任务设计也不赖 前面提到优质的过场动画 就如同在观看30年代的美国黑帮电影 而一些细节的刻画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首先主角开枪后会及时留下子弹弹壳 而这些杀落的弹壳竟然会永久留在地面 而如果人物在血迹上踩踏 则会在行者时留下血印 不同枪支的后座力也会真实反应 比如芝加哥打子机的后座力导致压强困难 不过蹲下设计就会克服这一问题 而敌人在环境的时候大多数都会选择一拖岩体 这使得游戏动作设计方面很有剧场感 不过游戏对任务还有一些极为大胆的设计 比如游戏初期需要到对方家族的停车场搞破坏 你可以悄悄溜进停车场给门尾背后 然后门尾倒地之势极为真实 但你可以正面突出大闹一番 不过无论你用哪种方式 都会发现有大连黑帮打手聚集在隔壁酒吧 一旦你被发现他们就会一涌而出海抢环境 只有老玩家才会发现竟然可以搬起一盘的木箱 然后把酒吧后门堵上 这样当你破坏完毕后 那群打手竟然被堵在门内出不来 还给了你溜之大吉的时机 男子学院随着剧情发展经历了同伴背叛 朋友蚕死 最后和自己所属的黑帮伙伴Same在艺术馆对峙 这一关枪林待遇颇有港式枪战片的风采 结局汤米通过成为污点证人而换取了自由 一场30年代美国黑帮风云就此打住 18年前竟然有如此细腻的开放实验游戏 也难怪当年的IG和Gamesport 都给四海兄弟打上了9分的超高分 如果你看到本期视频也想要跃跃一试 那你可以马上关闭这期视频了 因为接下来的内容会涉及严重巨头 我们常说出来混迟早要还 因为作为警方的污点证人而告发了自己的黑帮老大 男主角汤米换取了自由 几本起始后离开了失落天堂城一直过着悠闲的生活 在20年后一辆红色轿车来到老年汤米的住处 车上下来两个小混混 确定我眼神就是那个人后 小混混拿出枪就朝汤米射击 汤米倒在血泊中 偿还了过去的背叛黑帮所欠下的债 所以啊一如行就深是海 大家从业选择一定要谨慎了 一做错就没有回头路了 2010年2K游戏发现了一款叫做黑手党2的游戏 主角维托和兄弟乔胖 也是这种卷入四五十年代美国黑帮的年轻人 一次维托和乔胖接到了一个暗杀任务 然后玩家驾驶红色轿车前往目的地 然后发现 我去 原来2002年四海兄弟主角汤米的死就是你们俩的手笔啊 我到那时才明白其实这个四海兄弟就是大名低调的黑手党系列的首部作品 不过当年国内引进的时候肯定是不能质疑黑手党的 而且为了避免过程失败 甚至在所有地方都隐去了Mafia的字眼 最后汉印了一个跟游戏内容毫无关系 再次又很正能量的一名四海兄弟 才使得这款优秀的作品 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和国内玩家建议 不过关于黑手党一代的秘密还有太多太多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内容会比这一期更加有趣 幸福 天赋我们下期带来更正看的内容